石墨、打鼓机、竹蜻蜓 眼前这些用原木设计制作的小摆件格外吸引眼球 它们都出自一位90后苗族姑娘唐文丽南之手 大学毕业后,唐文丽南没有留恋城市生活 而是选择回到家乡发展 把苗族文化元素融入原木家具设计中 助力着家乡的乡村振兴 一生苗族传统服饰搭配一件小围裙 工作台前,唐文丽南正麻利地切割着木料 出生于1993年的唐文丽南 在大学里学的是建筑设计专业 毕业后,他嫁到了教场苗寨的一个木匠世家 凭借着自己在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 唐文丽南在自家的原木工坊开始了设计创作 走进唐文丽南的家中 由他精心打造的木制家具环境精致舒适 家里除了苗族特色原木家具外 还有他设计的木制工艺品和木制玩具等 平日里,唐文丽南负责设计 他的公公及亲戚们则负责具体实施制作 设计师遇见木匠 这样的组合也让原来枯燥的木料变得灵气起来 我主要的设计理感还是就是尽量就保持这个原木的一个形态 就像我保持我们苗家的一种原生态的一种形式 结合我们苗家的一些农耕文化来做一些手工艺品 得益于旅游业的发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苗寨 感受贵州的民族文化魅力 唐文丽南也借助雷山乡村旅游发展和民宿经济兴起的热潮 专门设计制造出富有苗族特色的原木家具和手工艺品 并通过自媒体平台进行自我宣传 经过三年多的发展 唐文丽南的原木家具厂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不少民宿餐厅也都慕名找到他们定制家具 对于未来,他和丈夫也计划着打造一个木座体验馆 展示苗族文化,带动家乡村民就近就业 下部的话,我想在西江做一个木座体验 让他们感受到苗族的吊脚轮的介绍是怎么建起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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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